龙眼爷对于养贵来说到底有什么用 我是买新鲜的还是买主过的呢 来听养贵博主跟你说点真话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收藏点赞加关注哦 龙眼爷到底有没有用 取决于你到底想用它来干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来用 你会不会用 用不好的话 适得其反你还不如不用 它对于我们养贵来说 作用基本上就三个 一提供躲避 二当垫脚的 三增加美观性 至于网上说的各种功效什么的 就忽略不计吧 那接下来就听我来详细说说 它最主要的用处 其实就是提供一个躲避 钢到家或者胆小的龟龟 它需要有躲避 来给它提供一定的安全感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放龙眼爷的 它就会钻到这个龙眼爷里面 给它一个相对安心的环境 它就不容易由于硬积导致腐皮 所以其实龙眼爷可以治疗 乌龟腐皮的这种说法 更多的并不是指它的功效 只是说呢 给它提供一个安心的环境 避免硬积而已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为什么我用了龙眼爷以后 龟龟反而腐皮更严重了呢 这就要牵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买龙眼爷 到底是买新鲜的 还是买煮过的 答案就是 无论你买什么样的 我都建议你拿回来 彻底的给它煮一煮 无论你买的是那种 绿色的新鲜的龙眼爷 还是那种黄色的 已经煮过的龙眼爷 其实如果你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下水的话 它都会分明一种粘液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朋友买了龙眼爷 放进去以后 过了两三天 发现这个水又浑又黏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不勤换水的话 就会发现 哎 龟怎么腐皮更严重了 就是因为水质不好了呀 那龙眼爷到底要怎么用呢 无论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龙眼爷 拿回来以后 用锅使劲煮 一直给它煮到 颜色已经变成了深棕色 这个时候也不要马上下缸 拿一盆清水去泡它 隔几天换一次水 这样换几次 直到你觉得 没有粘液分泌出来了 你再把它入缸 这也是为什么 我前面说 龙眼爷的那些其他功效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经过你这么一劳煮 一劳换水以后 其实根本不剩什么了 好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当垫脚 尤其是龟龟比较小的时候 它可能游泳的能力比较差 或者你的水位给它比较深 它会不适应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有一个垫脚的东西 龙眼爷呢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一个作用呢 就是增加美关性 不过这个呢 也看个人审美 有的人呢 他是比较喜欢用龙眼爷去造景的 而且也喜欢这种微黄的水 再一个就是呢 龙眼爷煮过以后再入水 它确实不容易泡烂 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 它还是会碎的 尤其是用过滤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龙眼爷碎了以后 堵水泵的这个问题 看到碎的呢 你要及时给它捞起来 但就是呢 它其实很容易堆积 食物的残渣和粪便 好 看完这些 到底还要不要用龙眼爷 你就自己决定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